习近平更换新疆一把手 铁腕陈全国升官 治疆政策有变 12月27日 据BBC News报道 因新疆人权问题被西方制裁的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离任 此次人事变动是这个过去四年间因一系列问题不断引发国际社会担忧的地区首次更换最高官员 据中国官媒周六报道 远广东省省长马兴瑞将接替陈全国出任新疆一把手 陈全国在2016年成为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 他因在任内通过铁腕政策压制该地区的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成为西方国家制裁的目标 新疆也因广泛的侵犯人权的指控登上新闻头条 北京则为其在该地区的政策进行辩护 称这些措施旨在打击极端主义 从2017年以来 新疆都没有发生过恐怖袭击 而新任新疆一把手的马兴瑞已担任广东省省长近六年 南方经济大省广东一直是中共体制中官员试图晋升的重要跳板 陈全国的调任是近几个月以来中国一批省部级高级官员的密集调整行动的一部分 中共即将在明年下半年召开二十大 当局尚未公布陈全国的未来去向 但官方语境下另有任用的解释意味着现年六十六岁的他可能将被调入中央任职 五年铁腕至江 据新疆日报报道 新疆当局周六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宣布了中央决定 主政新疆近五年半的陈全国已不再兼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 常委 委员职务 另有任用 在新疆工作五年多来 我与全区各族干部群众朝夕相处并肩作战 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难以忘怀2500多万可亲可爱可敬的各族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深情后裔 官方媒体引述他在离任演讲时说 陈全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25名委员之一 被普遍认为是直接主导新疆近年维稳行动的负责人 去年 他成为美国制裁名单上最高级别的中国官员 出生河南的陈全国在仕途之初一直在河南地方任职 期间曾在现任总理李克强手下工作 2009年 他被调任至乡邻的河北省担任副书记 不久后成为省长 2011年 他晋升为封江大力 前往西藏自治区担任党委书记 当时 西藏刚经历了2008年的骚乱 也有藏人自焚事件频频传出 陈全国在西藏采取一系列高压政策 包括建立监视网络 设立安全检查站等 他的政策恢复了社会稳定 西藏经济也快速增长 但也被指责侵犯人权 以及在文化上推进了童话 他从2016年开始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 同时兼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第一书记 第一政委 将西藏的铁腕政策带到新疆 他大力兴建在教育营并扩大招募维稳人员 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分析显示 2016年8月到2017年7月 在陈全国上任的第一年里 新疆招聘公告中出现了90866个与维稳相关的职位 这个数额接近2009年75事件发生后的12倍 绝大部分职位是要配备到新疆各地新设的7500所便民服务站的斜景和辅景 联合国研究人员和人权活动人士估计 有多达100万穆斯林被关押在在教育营中 一些获释者指控称受到性侵和强迫劳动 但中国对此坚决否认 称这些设施是旨在打击极端主义的职业技能中心 新疆当局在2019年底宣布 这些学员已全部结业 随着美国拜登和川普两届政府 以及多国议会和议员将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升级为种族灭绝 新疆问题日益受到关注 中国称这是出于政治目的捏造的弥天大谎 芝加哥大学政治系教授杨大利对BBC说 随着新疆问题在国际发酵 该地区治理疑远不是常规的中央和地方人事变动问题 而是对中国的大局 特别是外交方面都有所影响 毫无疑问 在陈全国时代 他的确把整个新疆管住了 但是管住的代价也是显现在外交的各种方面 影响非常之大 他说道 变更新疆的领导人为下一步政策的微调做准备 特别是目前已陷入僵局的情况下 至将转变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陆希对BBC分析 从继任者马兴瑞的经历看 他发迹于习近平上任之后身上没有旧的派系特征 扎实的技术背景和在广东的执政经历被中央视为合适人选 马兴瑞今年62岁 与中国高官的传统视图轨迹不同 他拥有显著的科研和技术背景 有航天少帅的称号 马兴瑞曾长期在宇航工程技术领域工作 拥有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学位 在1990年代 他成为哈工大航天工程与力学系主任 随后升任该校副校长 在担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后 他在2007年兼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 并在2013年被任命为国家航天局局长 在那里他指挥了中国首次进行的嫦娥三号月球表面勘测任务 2007年 他还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2013年11月 初入政坛的他调任广东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 2015年 他成为中国南方经济特区深圳的市委书记 2016年 他被着升为广东省省长 打破广东官场30多年来由本省官员升任省长惯例 观察人士预计 马兴瑞很可能在明年的二十大上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陆希认为 习近平去年9月在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已体现出北京将在未来强调对新疆的民生建设 这说明北京认为陈全国的强硬手腕已经收获预期的成效 有条件在新疆开展一般性的公共治理 因此 马兴瑞的上任或许代表新疆的治理会更加柔性化 北京也希望通过任命一个技术官僚来传达新的治疆理念 陆希说道 但他表示 显而易见的是 所有的变化都必须服从新疆整体的安全形式 调整的背后始终有一条红线 杨大利也持类似观点 他表示 新疆过去五年依靠管和压的政策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很有效 但完全阻碍了新疆的国际交流和贸易 北京显然不可能把现行维稳政策推导重来 但可能调整重心 拜登上周四签署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 规定禁止进口所有来自新疆的产品 除非企业提供明确与令人信服的证据 证明其供应链不涉及强迫劳动 在周六举行的交接会议上 马兴瑞称 他将推进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他同时称 将坚持把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作为新疆工作总目标 绝不让来之不易的稳定形式发生逆转 得目标应和习近平上任后的大基调一致 即通过调整收入分配的方式 重点改善处于收入尾端的居民的生活质量 从而反过来加固新疆既有的维稳成果 陆希说 时刻新闻播报